把油倒入面剂子中,出锅就是一道传统的美食 不拉也不扯,做法非常的简单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一圈三连求关注,谢谢大家了 首先我们准备500克的面粉 加入一小勺食盐,增加筋性 然后往里面加入300毫升的凉水 搅拌成面絮 看不见干面粉,就可以下手揉成面团 揉到手光、盆光、面光 像这样子,给它放在一边松弛上10分钟 直接放在案板上,搓成长条 然后改刀,切成大小相同的剂子 比饺子剂子要稍微大一些 这样形成圆形 整齐的摆放在盆中 然后就可以在面剂子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的用量一定要没过面剂子 像这样放在一边松弛上半小时 接下来我们准备上一小把的香葱 切成小葱花 装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小把的香菜 切成香菜段 喜欢吃香菜的可以多来一些 不喜欢吃的可以忽略 再准备上一头大蒜给它拍碎 直接剁成蒜末 装入小碗 准备用 现在面剂子也已经松弛好了 直接取出,控除多余的食用油 放在案板上,用手轻轻的按压一下 把面剂子泡在食用油中 会加快面筋的松弛 我们用刀像这样子轻轻的一刮 左右两侧都刮一下 如果觉得不够长 再重复的刮上两三次 非常轻松的就拥有了一块薄薄的面片 然后从中间对半切开 这样的面片薄厚非常的均匀 韧劲十足就像纸一样薄 再也不用像扯面这样给它扯呀扯 技术还特别的难掌握 没有常年累月的做饭经验 新手小白很难学会 而今天我们这个制作方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用刀刮一刮 刮到自己喜欢的长度 这样刮好的面片又薄又透 薄厚均匀 非常的有筋性 水开之后直接下锅 每一个面片都不会粘连在一起 我们依次放入所有的面片 用筷子轻轻的滑拉一下 不到半分钟的时间 所有的面条就煮熟了 然后往里面倒入一碗凉水 现在就可以用漏勺给它盛出来 然后过一下凉水 使面条吃起来更加的有筋性 而且特别的顺滑 即使放上半小时也不会粘在一起 现在开始调味 加入一小勺的五三粉 一小勺鸡粉 一小勺食盐 再来一点辣蒜 撒上适量的小葱花 再来上两大勺的白芝麻增香 喜欢吃辣的朋友 可以加入两勺辣椒粉 一勺粗一勺细 再做上滚烫的热油 最后别忘了淋上一到两勺的山西老陈醋 搅拌均匀 这道经典的油泼面就做好了 这样做好的面条吃起来非常的顺滑 又薄又透 真的是太香了 喜欢的朋友收藏起来试试哦 我们下期见